这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 许多人都喜欢这养宠物 猫咪就很受欢迎 那今天关于猫咪有一场展览 许多市民朋友都带着自驾的猫咪来参展了 听说现场还有很多名贵的喵星人在卖萌 我们一起来看看 观众们今天上网东方新铁地售楼处理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因为今天来了很多特别的客人 他们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名称 统一叫做喵星人 那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加我们今天 爱成丽与疯狂猫咪展的这个活动 今天抱着猫咪来的主人们那都是非常骄傲 谁都认为自己家里的宝贝是最好的 全场每短加白品种比较多一些 而鹰短 金剑层 银剑层折耳 免鹰猫等 也几乎都是全场猫友的聚焦点了 在众多的猫友中有一位小朋友 怀里的喵星人换了一个又一个 原来在他的家里居然养了二十几只可爱的猫咪 这是我家的真级猫子 等老成了可能吃 可能吃了 一般它吃什么呀 猫脸啊 完了就是罐头 罐头喜欢吃什么罐头 一罐头 不同于全场大多数可爱的猫咪 在这里有一位别有韵味的猫女郎 她的身材特别修长 还有美腿 一进一动都透着那许多优雅的神韵 觉得走那个东方的那种感觉 它是那种修长的长型的猫 然后再就是毛色方面也是 它是花色的 然后性格什么的也特别好 就挺多人现在就是比较喜欢养大型的 然后就会选择这种猫咪 东方新天地猫咪展呢 是由我们东方新天地 黄奸海耳学公司组组的一场 它是名为猫的一个展览活动 那通过呢 试猫咪学会进行一个市民的一个征集 我们也会通过微信客户端 进行一个图片文字的一个整理 通过完了一个宣传 预计呢 是连续四周进行四场的一个落地活动 邻居黎记者报道 再追随地励纸 老师 这 enfer伤 лет